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演员一亮相 男演员把他腿一举起来 咔啪 把中央扯了 很多朋友一直在想说那倒是真的是假的 那是咱中央电视台播的呀 那是春晚演的呀 我唯一不知道就是他是故意先扯开的呢 就是这么个造型的啊 还是不小心扯了 但是有一点我们说党中央扯了 现在看看扯了不 我们当时那个节目当中我评论过 我说这个扯了党中央 就跟当初江坤八九年春晚时 说天文广场炼摊那个相声一模一样 你现在再看不吓死你 大家说不相信 你胡说 你这么说纯粹是迷信 迷信不迷信 他扯了党中央了 两个中央 我们现在讨论的就是这故事 另外一个故事 六十九 说了卡扎菲六十九 咔嚓了 金正日六十九 咔嚓了 萨达姆六十九 咔嚓了 当年苏联六十九 哗啦了 那我们也提到一个说法 胡歌今年正好六十九岁 我记得有一期节目当中 我突然查到另外一个故事 温家宝 六十九岁 周永康 六十九岁 大家再看看现在这景致 哥仨吧 正是这哥仨干起来了 信不信由您了 把他们哥仨六十九了 还是那句话 信不信也由您了 党中央给扯了 至于后面怎么走 咱们就看 英国金融时报有另外一篇文章这么说的 BBC的翻译中文文章的题目叫做 中国转型面临着山雨欲来之事 这实际是金融时报的一个署名文章 应该是金融时报的主编叫做沃尔夫 他写的一篇文章 他说今天的中国正进入一个在政治经济两方面都极其艰难的转变时期 他主要提到的是经济问题 因为是在金融时报上登的 他文章提到一个很关键的说法 在中共的领导下 过去的经济成功未必保证未来是一样成功的 这就是一个很关键的一点 同时他接着讲说 今天的中国正进入经济学上的外延增长 或者粗放增长的末期 那就是说靠着增加自然资源 资本和劳动投入实现增长 中国现在开始内涵增长或者急约增长 就是要靠提高效率实现的增长 提高效率实现增长 中国人这么多 人人要吃口饭 当你提高效率的时候 势必就有很多的人回家 而今天中共当官的里面 有多少人有这样的能力 有这样的权力 有这样的才智 可以达到这样的水平呢 这就是问号 文章不太长 但是他表示出来 今天现今的中国局面 再加上中共最高层 党中央被分裂了 党中央被分裂了 这种权斗的过程是西方社会没有的 是西方民主社会理解不了的 是在西方生活的普通的人意识不到 或者根本无法找不着门的 这么一个状况之下 政治经济出现了巨变的时刻 那作为温总来讲 温总在这个人大会上的 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到 GDP7.5% 首次降下8% 也不提宝巴的说法了 这就预示着 2012是现今的党的党国 最艰难的一年 独裁的体制黑箱操作 让老外猫不着头 那外国的这些记者呢 我们说这些职业记者呢 他所遵循的呢 是正常的一个社会环境 所以当面对这种 黑帮的社会体制的时候呢 他根本就不理解 应该怎么认识 加拿大有篇报纸写了篇文章 他在分析今天 在中国内斗的这种状况 文章题目是这么讲的 中南海政变传闻 为何营绕不去 实际这篇文章呢 是加拿大环球邮报的记者 在北京写的 他说在报道中国事件的时候 有一个事实 是我们回避不了的 就是极少 甚至根本没有可能的 记者可以实实在在的宣称 中共的最高层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记者接着讲说 在其他国家 你或许看到记者们会提到说 总理办公室或者白宫办公室 或者他们什么相应的机构 相关人士披露出来的消息 但是在中国 你就找不到这样的东西 那文章接着讲说 在今天共产党的中国 不是一个内阁大臣们 试图建立公共支持的地方 他这是翻译的文章了 所以我们看起来有点别扭 他实际就说 在今天中国 整个中国的政府 也就是国务院也好 怎么样也好 整个中国的政府的这些高官 大臣们 就是这些部长们 省长们 他们并不想找到任何公共老百姓支持 他们所想的就是如何保证自己的权位 这是非常关键的 所以在他看来 中共的领导层周围 筑起了一个秘密的堡垒 这个堡垒是阻止了政府 媒体和公众之间建立任何的信任关系 这个堡垒也令媒体没有可以说话的对象 所以当事情出来的时候 传闻风生水起的时候 无法去获得真正的资讯 就像目前 对待北京 星期一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企图政变的传闻 无法从一个正常的渠道了解到 他接着讲说 他试图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 给中南海 给所有他能够接触的 接触到的地方 有电话号码的地方 他发觉都没人 所以文章他也提到说 如果你在Google里去测试什么白宫发言人 白宫什么消息 白宫的发言人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你都可以找到 但是当你查到中共政治局 政治局常委的办公室电话号码 你会发觉Google给你拿出来的东西是零 什么都没有 所以咱们看问题 只能看这些爆料和传闻 网上有一个很细致的传闻 对现在的状况的一个描述 大家记住下面这段是传闻 大家记住是传闻 作为我们看这个东西 我也没办法去证明它是真的是假的 但是它是传闻 而我们过去的历史当中 传闻都是真的 拿到书面上的拿到这个新华社的都是假的 这也是事实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网上传的薄熙来 王立军事件之复杂的动态 网上传的为了能够突破封锁 所以他用了很多代码 第一个传闻 三少目前已经被转押 离开北京是秦荒岛还是北戴河 不知道一同被转押的有33个人 具体地方不祥而扣押的部队是61889部队 中央警卫局就是原来的8341 这里说的三少是薄熙来 第二 古夫人已经被扣押 专门调查组已经公开 这个调查组已经秘密工作两年 所以今年轻车熟路 原来的开来律师事务所是被调查的焦点 第三条大连重庆两地上百名富豪被控 限制出境一切行动都在谨卫的控制之下 更有意思的司马南被带走协助调查 回没回来何时回来 不知道司马南可真是个人物 但这里我必须提到的一点 司马南在当初九九年对法轮功迫害的时候 江泽民对法轮功迫害的时候 司马南就是极先锋 今天司马南在美国把脑袋给磕碰了 看什么东西碰的 咱们不知道 网上有照片 但是他碰了 享受了美国的整个应该有的那种福利和待遇 那他不提了 可是他前面提的反美斗士这个那个 那是秃顶着上的狮子 明摆的 今天他又掺生这么一个活 我就一直搞不懂 我真的一直搞不懂 伯大公子那么大水平 那么有本事的人 怎么看上这么个人呢 这是我那么懂的一个地方 第五条 广力闯攻政变 一开始就被控制了 源头是令狐军师提前打招呼给8341部队 后面的消息没有传出来 至于网上说当场击毙 不太可信 最大可能是坐下来 谈判 这里说的广力实际是周永康 他把最后的康字给分开了 就叫广力 他没用康师傅 那这里讲的星期一晚上的事 他接着讲说 御林军已经控制了整个京城 部分正规京城城外待命 这就是我们提到8341部队控制京城 那38军应该在四周 我记得在我们节目当中提到 CNN的电视片里头披露出来 在中南海四周 在人大会堂四周 不是武警 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军人 这就是当时我们就说的已经出状况了 文章里接着说 与三少秘密往来的军中人物 有四个人被扣押 其中包括上将海洋 这里说的上将海洋就是张海洋 那张海洋是张震的儿子 那这个是跟他有关系的 而另外一个他提到说 青红军师已经被扣在寓所 一切联系都断掉 这里说的青红是曾庆红 他的儿子曾伟 几个月前在香港被人告了 他竟然气宝跑了 跑到内地去了 香港的法院发了通票要抓他 如果连自己的儿子都保不住 这些都扯了 什么都没有了 另外他提到说 北京城前两天出了一个事情 就是一辆法拉利带着两个女孩 女孩都没穿衣服 撞柱子上了 然后开车的少爷死了 俩女孩重伤 这件事情被他说成 证实是贾庆林的少爷 死的是他 而是不是真的交通事故 不知道 那文章里呢 他就其他的就传了一些相应的东西 说的非常肯定 那不是的就不是 他说包括什么坦克进来了 查安街的枪声 他说这些都是假的 而真正的就是周永康根本没有来得及反驳 反抗就被干掉了 而他里面提到的令军师应该是胡锦涛的 令计划呢 本身呢 他确实有他自己特别的地方 他本身又跟着胡锦涛呢 很长了时间 至于这个消息 是真的 是假的 我还是跟您说那句话 这是传闻 这是传闻 传闻呢 他最有意思的地方呢 是说的非常的简单 清楚 是真是假呢 在以后面去证实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